經過高雄市教育三略工會的統計 說到這個高雄市增加 減增 也就是台客的老鼠比雷有三三五 比這個規定的一聲是關注 是一個驗一座山區的國秀 青春是百八載區的建山國秀 雖然風災之後 道路已經慢慢回復了 不過也就是恰不老鼠 台客老鼠每個禮拜二十七戶 過期只有兩半通 今年一天工作不穩定 得為美女還要去學校讀書 如果說有考研究所的話 當然會想要考正式老師 如果說沒有的話 就是看有沒有其他的工作 就是往其他方向 同樣也是建山國秀 台客老鼠的全開庭 雖然不要到頭路 但是在南北每個中期 都是一筆的費用 雖然不太多 比來怎麼根本就不太想 反正都要住社會 先來這裡 要看第二次是在哪裡才知道吧 如果一直換來換去 應該會不習慣吧 在桃園區的建山國秀 經過國雄市國有三回港区調查 是國雄市台客老鼠 比你上官的偏偏收好 全靠十四位老鼠 其中六位是減台客老鼠 學長也全無難 畢竟偏偏收好老鼠難找 甚至開客家又找不到老鼠 而且台客老鼠多 學校的現場所不運作要問題 那正式老師進來之後 包括我們的行政團隊 都可以好好的去思維 怎麼去運用 就是聘任這樣的老師 來做行政團隊 那不然每一年 就只剩下正式老師進來 那有些老師對於行政 不是很樂意 偏偏收好習慣用 步落教學技術 當時分擔不少家庭公寧 所以學長也希望老鼠 關於關控是不是可以 是第二條件 不像真的關於體 偏偏收好有出的老鼠 記者總